茶的煮味 喝宵 你有要喝茶嗎? 你敢知道你家裡香的這杯茶 要經過多少聽說 才可以讓茶為茶色變成茶味茶 俗意說風水問中茶 真抜無幾個 如果說喝茶是一項合文 這樣做茶就更不用說 加大部分精俗的人一樣 茶籠也是看天空白在吃清 茶味要拍一頭 鹹厚醉 茶香吃發料會漂亮 不過 若是一頭太美 烤焦風會讓香仔更起來 茶香滴香大臉 而且也會陰來一股蠻糖 這樣修生就會不好 像這種情形 就是阿公說的 茶味會夠去啊 除了啪熱以外 火水也是不可以欠缺的 像去年臺灣火水漏了不夠 剛才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剋花 對茶籠來說 真正是真熱愛 要靠就沒勃勃 要做出好的茶 頭生就要為溫茶開始 溫茶最好的時間 是由在十點到二點 因為這段時間 茶味的水分比較少 做出來的茶會比較清香 變若溫茶期一久 阿公會定好溫茶的日子 開始跟溫茶的夫人人敲時間 若是溫茶的工人耳吹 就會用伴工的方式 同一個爭頭 河上到三天 真正真有認真味 就這樣 大家過了在那裡 手籠攏攏攏攏 地下壞攏攏攏 一個人付出萬一令 若萬若跌 等到店裡 就去哪裡地人秤當 這個時候 阿公會拿一本婆子 頂頭記錄 母米人今天萬幾斤 暗金來發動工的薪水 等到吃豆的時 阿嬤會用麵打 把飯菜搭去 茶香 花香大家一起吃飯 一家飯有魚有肉 有幾道菜 參加一碗湯 為了要給大家吃到飽 豬豬豬 阿嬤一定都會煮得很清潮 因為萬多的時間很短 有一次我跟阿公問 阿公 萬不理萬多的萬到一半 想要幫忙 這樣是要怎樣 吃不便室呢 阿公說 龍十五孫 不會啦 大家都很老冬 不會想要幫忙啦 雖然阿公說得很輕盈 不過我心臨也會有 但是我心臨也會有 但是我心臨也會有 現代人萬多的救浩率 大部分已經都是用 全地機在全地 不過用機器前做出來的地 不然地標外形氣格不漂亮 炮的時候地標會比較厚開 喝起來總是感覺減一味 那就是真客人的人情味